但是我一直覺得這件事情很好笑 大家還記得在兩個禮拜 以前 柯文哲呢 喜滋滋的說高宏安這個口袋戰術 他真的是一級戰將 說這個誘敵深入 要一舉殲滅 然後結果沒想到到後來到現在 結果變成說指控民進黨全黨公益人 這個前後的差別太奇怪 如果假設高宏安是這個誘敵深入 要一舉殲滅的話 他現在應該要拿出他所有這個 包含他出國進休 或者是大家質疑他的這些 到底是出去玩 然後還是說他在這個上班 在國外的時候 他是怎麼樣來完成 支社會這些計畫 他的時數或者是他的暴障等等的 這個其實他都可以把證據拿出來 那為什麼不敢直接去面對呢 就是說高宏安 你這一次為什麼大家現在對 你有這麼多的質疑 是因為第一個是你過去拿的是公費的錢 出國工作又求學 第二個是你現在正在選的是新竹市長 大家對你誠信的質疑 像過去大家對於人家這個學位論文 從林志堅到張善政的這個研究計畫 大家都有很多的質疑 那就是出來好好的講清楚 好好的面對 但是高宏安到現在變成整個黨跟這個柯文哲 都在護著他一個人 我必須要說高宏安你真的是要醒醒 你現在正在選的是新竹市的市長是人民的公僕 不是公主 所以你現在真的是應該面對這些質疑的時候就講清楚 然後把你原本大家所對你的形象是認真專業 然後呢是工程式這些形象 條理分明的把這些質疑 好好的回應出來 讓整個選戰回歸到一個政策的辯論上面去談 那民眾黨常常去講說 現在大家都不要打口水戰了 我們應該要回歸到政策辯論 但是真正引發口水戰 讓這一場混戰變得更加混亂的是什麼 是你面對質疑的時候 永遠不敢正面回應 那大家當然就要繼續挖 繼續深入 那當網友或者是當媒體人提出更多的質疑跟聲明的時候 那你有出來做回應嗎 當你沒有做回應的時候 你就是放任這場口水戰持續往下走 所以你才是這個口水戰最重要的 就是我認為你這個就是教唆者 等於是你有點說 那我就放任然後讓其他人繼續攻擊我 然後讓我看起來非常可憐 然後想要博取同情票 看起來很像大家都在霸凌我 可是實際上其實你就是好好說清楚講明白 然後讓整個選舉回到正軌 而且像黃珊珊副市長其實也是一樣啊 面對這些事情的時候 他去聲援高鴻安 我認為黃珊珊副市長 他現在他現在正在選台北市長 他應該也要呼籲高鴻安 我們面對這些事情的時候 就是把該講的證據 該說的話講清楚說明白 那讓事情回歸到政策討論 否則每個人都口口聲聲講說 我們回到政策討論 回到政策討論 但是實際上在做的事情 都是放任這些口水戰持續的攻打 所以其實可以看到 剛才這幾天 他說他自比是翁企惠 然後還有張淑娟 他說他被抹黑 他被追殺 但是我們剛剛討論到說 剛才他其實可以行文 或是他甚至可以在質詢的時候 他也可以去捍衛他的清白 但是是不是就是因為他都一直沒有這樣做 或是說他打悲情牌 所以才會讓爭議一直燒 我問一下清白哥 你看高鴻安最近的表現 大家會覺得說 那你真的適任去當一個新竹市長嗎 你的危機處理處理成這個樣子 然後像今天找了高金素媒 來跟他的靖總一起開箱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 對高鴻安來講呢 他現在就是不要跟你講清楚 他現在就是不要跟你說明白 他現在就是要用政治上的操作 那為什麼要找高金素媒 其實你可以理解嗎 因為他們這幾天都一直在講一件事情 現在在新竹市是綠白對決 藍營的選票也跑到高鴻安身上去了 所以對他來講 他很清楚說認為在新竹市 因為新竹市的選民結構很特別 首先在新竹市這幾次選舉 都有三角都的情況 那三角都的情況之下 等於說對高鴻安來講 如果他能夠拿到藍營的選票的話 那對他來說 他的勝選機率當然就比較高 所以他為什麼要拉高金素媒來 因為我們都可以知道高金素媒 請問他之前跟韓國威關係好不好 他跟韓國威關係也很好嘛 所以也有人把高金素媒當作是韓粉的代表之一嘛 所以你看之前國民黨還一度 考慮在高雄市市長的人選要找誰 高金 是高金 是高金素媒 所以對高金素媒來講 他被大家當作是一個藍營的一個指標嘛 那所以這也是為什麼他找高金素媒來的時候 大家第一時間的判斷認為說 他有可能是想要挖藍營的選票 尤其是挖深藍的選票 所以呢你可以看到這個國民黨的林根人 找韓國威來 找本尊來 可是對高鴻安來講呢 我找不到本尊 我找分身也可以嘛 所以他這個挖藍營的意思 其實意味比較濃厚 但我們要講清楚一件事情 這整個整個過程裡面 高鴻安的爭議在於說 他自己面對自己的問題 講不清楚 說不明白 然後所以改用什麼 改用混淆焦點的方式 改用帶風向的方式來處理 什麼意思呢 來我們舉兩個例子 第一個例子是什麼呢 第一個例子可以看到 高鴻安這幾天一直在解釋一件事情 他說我哪有八成多操資撤會的 他說我明明論文有一百一十三頁 一百一十三頁只有六頁有雷同而已 哪有到八成 可是各位去看喔 資撤會原始的公文在哪裡呢 這個是資撤會發出來的函 資撤會原始的公文就已經告訴你說 他八成是怎麼算的 他說是本會論文被細徵博士論文 也就是高鴻安的博士論文呢 資撤會的論文被高鴻安的博士論文 引用的比例達八成 換言之他講的是資撤會自己這篇論文裡面 有八成被高鴻安拿去用了 你拿去用沒有關係 但你要引述出處啊 你引述出處你沒做 然後呢引用的比例又非常的高 所以資撤會的這篇公文裡面講得非常的清楚 但你有沒有注意到一件事 高鴻安一直要把風向帶到說 那個我哪有操一百一十三頁哪有操八成 我只有六頁跟你一樣而已 但如果按照他們的標準的話 誒操他們之前在講零這件事情 就是說操一頁也是操啊 那何況是你是六頁 那六頁你又沒有引述出處 那這難道沒有抄襲的協議嗎 所以這個就是我在講的 他們故意把這個樓的焦點給帶歪 他不去面對事實 然後第二個你再去看一件事 之前民眾黨 不管是蔡壁如也好 還是不管是高鴻安也好 還是柯文哲也好 他們都在說 哎呀你們怎麼可以把手伸到資撤會裡面去 資撤會是司法人 有一個司法人三個字 結果雙標 是重點是眼裡去注意看 他沒有講說資撤會是公司 他說司法人把他帶過去 可是他完全忽略一件事 資撤會有百分之七十五的錢 是從哪裡來的 從政府來的 從政府來的等同從哪裡來 從納稅人的血汗錢出來的嘛 他不去討論這件事情 然後呢 他還說民進黨把手伸到這個 這個黑手伸到司法人裡面去 可是呢 你去看這個公文 這個公文呢 是民眾黨立法院黨團發的 要幹嘛呢 他要請資撤會的執行長 然後到他們所辦的這個黨團記者會去做說明 那我請問你喔 民進黨去跟這個資撤會 跟他要資要資要所資的時候 這個叫把手伸到資撤會裡面去 那你現在直接發公文給資撤會 叫他直接到你們民眾黨 開著黨團記者會來 請問這算不算把手伸到資撤會去 所以你看同一個行為呢 在高航安解釋的時候 就可以帶不同的風向跟標準 所以這就是我們在講的 你做的跟你講的事情呢 其實完全是不一樣的 然後最重要的是這這幾天 你可以發現柯文哲在幫忙 高航安這件事情 其實他真的很辛苦啦 他一直想要用新的議題 把高航安這件事情的爭議給帶走 但是他發現一直帶不走 為什麼一直帶不走呢 你去注意一件事 柯文哲這幾天呢 講人家什麼去死啊 對不對 叫罵人家去死吧 然後呢 去槓上陳時中 然後說陳時中的這個醫德有問題 誒 柯文哲去槓人家醫德有問題 這件事情你知道多有趣嗎 柯文哲之前鬧過幾次 洩漏病人隱私的爭議啊 之前林志玲懷孕的事情 他也講 然後呢 這個對於他自己的這個助理的部分 他也把人家有病 這件事情也可以講出來 然後柯文哲以前呢 還因為報過阿扁的事情 被罰兩萬塊 這些事情都歷歷在沒 可是柯文哲為什麼要挑一個 這麼容易打臉自己的回力標的事情 你知道他為了要幫高航安嗎 他要幫高航安解套嘛 因為高航安這個爭議一直燒 你有沒有注意到一件事 高航安面對爭議最主要的部分 有沒有抄襲 有沒有引住的部分 講不清楚 面對那個預算的部分 到底是不是用納稅人的錢 去完成你的學位 也講不清楚 這兩個主要的問題答不清楚 所以柯文哲對他來講 最熟悉的戰法是什麼 就叫鯊魚戰法嘛 我拿新的議題把它蓋過去就好了嘛 新的議題蓋過去 我就有機會贏啊 所以柯文哲才會怎樣呢 才會拿直接槓上陳時中 罵出最重的話 甚至是挑戰對他自己 也有殺傷力的依德的問題 但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媒體的關注力 還是沒有辦法從高航安身上離開 為什麼 很簡單嘛 就是因為有收視率嘛 就是因為觀眾要看嘛 因為你講不清楚說不明白 所以大家要等你講清楚說不明白嘛 而更糟糕的是 剛剛言林講到面試郭台銘這本書 我們必須要講 這裡面很多的事情 這個坦白說面試郭台銘這本書 為什麼會引起另外一個爭議 我覺得這個戰場也是高航安 自己當初這本書開出來的 我只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就好 你看 他書裡面提到一件事 他說一般人聽到稱讚是滿心快樂的 但是郭台銘卻回答說 你是真心認為我今天穿這個POLO衫很帥嗎 然後呢 這下子換這位新進的同事撒住了 後來會議開始 郭台銘大聲訓斥說 我還是希望身邊的人對我說真心話 不要因為我是總裁 然後像是高航安就會直接說 我穿的衣服怎麼都那麼邋遢 吃東西還掉在身上 他講完這句話 寫完這個東西 你覺得大家看郭台銘的時候 會不會怪怪的 所以剛剛偉航提到說 後面選戰的時候 要看這個郭台銘要飆跟高航安合體的時候 很多人都認為說 看完面試郭台銘這本書 你看形容郭台銘過來呢 可以用蹦蹦蹦蹦這幾個字這樣子 看完這樣郭台銘還會想要跟 還會想要跟高航安來合體 所以大家在看的時候 你有沒有覺得這個帶了幾分奇怪的味道 在裡面就會歪樓了嘛 所以我們才說這個選戰到後面 我覺得郭台銘要跟高航安合體的機率 我覺得相對是比較低的 好可以說 所以剛剛這個說 柯文哲現在全力的要來護航高航安 所以他說民進黨打高航安 打成這樣子 是放生臺北放生陳時中 問一下韋山 你覺得真的如柯文哲這樣講的 民進黨已經不管陳時中 不管臺北的選情了嗎 怎麼可能陳時中是我們目前 現在覺得非常非常在沙喀都裡面 臺北是第一次可以被我們拿回來的 這樣的一個機會 我們一定要全力的挺他 其實說實在我們會看到陳時中 真的非常的認真的在基層上走 他去了每一個市場 然後到處去敗票 其實他就是希望可以在這一次 可以獲得最多選民 對他的這個認同 那甚至對他來說 他也不是只顧民進黨內 其實我們知道很多武黨 跟他有相同的理念 尤其這個所謂的台灣派的 這些武黨籍的議員 其實他全部都一起支持 因為對他來說 沙喀都不是說只要拿到 三分之一強的選票 他當然希望可以過半 因為一個過半的議會對他來說 才是真正未來執政可以拿到 可以把所有的市政處理的最好的 這樣的一個狀況 那我們看到一個台灣派的 這樣的一個市長候選人 當然會被柯文哲攻擊啊 因為柯文哲他就是一個無三櫃嘛 我們可以看到在很多很多的過去的例子上 比如在雙城論壇 你看到他跟中國這樣眉來眼去 你就知道其實他的心並不在台灣 而且大家要知道他真的是 在八年前是民進黨一手把他拱上去 他這個人完全不會知恩圖報 那甚至是選上之後反過來把所有 這個他過去扶植他上台的這一些 民進黨的這些幕僚們全部都趕走 那過去所有其實大家要知道 在台北市的這個市政上面 自從民進黨的這一些不管是幕僚 或是局處長走光之後 台北市的市政就再也沒有進步過 因為一個人的當選不是只有單一個個人 而是一個團隊 好即便今天黃珊珊現在看起來還不錯 但他有一個足夠的團隊嗎 為什麼黃珊珊不敢掛著民眾黨選 他也知道民眾黨內沒有所謂的人才嘛 他們在整個台北市政府裡面 到底有沒有把市政做好 我相信台北市民八年來 其實有清楚的感受 那所以我們當然是希望可以換一個執政團隊 我們希望台北市真的可以進步 真的可以走向國際 而且我要講他們在批評說什麼 陳時中又在抗中保台 在搞意識形態 可是我要告訴大家 其實縣市政府不是只有 不是只有中央才要管整個台灣的安全 縣市首長也非常重要啊 比如說像當初在這個台中的嚴家 他有管這個台中港的碼頭嘛 那大家知道所有的一些能源 中部的能源 都從那個港口進去耶 如果今天一個地方政府跟這個其他的國家眉來眼去 他就很有可能去把這些資訊外露給別人 或甚至是可能發生一些狀況的時候 可能像這些資源怎麼進來的 可能這些都會受到阻擋 所以我要說不是只有中央才是捍衛台灣的這樣的一個工作 其實地方政府的態度也很重要 比如說以城市外交來說好了 我們也希望用台灣的名義出去跟人家互動啊 我們也希望作為一個有這個國格的這個態度出去啊 而不是說我們必須要變成中華台北等等這樣的一個態度 那所以一個首都的市長 大家都說首都市長未來都有可能是競選總統的這樣的一個對象 那他今天是否愛國這件事情 我們都必須要加以檢視啊 那黃珊珊敢嗎 他也是一直以來是變色龍嘛 變來變去 一下是新黨一下又變清明黨 啊現在又跑來這個柯文哲這邊寄生 然後現在又跳出去 不敢用民眾黨選又用無黨選 那這樣的一個人的這個政治的歷程的過程 他也需要解釋清楚啊 像我們這樣子 像比如像我來說好了 我當然就我比較小咖 可是我從以前到現在我們一直以來就是以台灣的價值 作為我們在這個做任何政治判斷上面的一個目標 我們絕對不會有所動搖 我們面對壓力 我們還是走我們自己的路 所以既然這樣子的一個行政首長今天要參選了 他到底符不符合台灣人民的價值呢 我覺得這也需要去考慮 所以柯文哲今天到現在還在不斷的攻擊陳時中 那也是像我剛剛說的 因為對於他來說 他即將下野 他需要有交棒的對象 可是黃珊珊能不能順利接棒 目前還是個問號 所以他拼命攻擊他 大家都會通常會攻擊第一名啦 不會攻擊最後一名啦 所以攻擊陳時中就代表陳時中很有機會 代表陳時中對黃珊珊造成威脅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這個柯文哲把炮口對向陳時中 而不是對向蔣萬安 我會不會攻擊他 他還是會被拒絕的